大家好 今天是5月13日 星期三 歡迎收看《明報》5點半新聞 秘斯新鎮16例確診 一人逆亡 餐館 發囊 或者可以在19號服業 巴士撩亞裔 打干預者男子 事發一週後 濫藥身亡 秘斯省在延長緊急狀態繼續到本月底 長週末避免非必要旅行 秘斯衛生官員今天繼續公布新冠疫情的最新狀況 省內今天再有16人確診 累計2376宗確診個案 目前有59名患者住院 其中14人需要接受深切治療 省內有20間醫療狐狸設施的疫情爆發 仍然持續 至今共有299名住客 和190名工作人員確診 今天也再沒有新增的社區疫情爆發 先前宣布的社區爆發 也沒有新增的確診個案 但是 今天就再有1人死於疫症 累計132宗死亡個案 而好消息是 至今有1859名患者已經完全康復 即省內確診總和的78%左右 坦首席衛生官Henry醫生今天提到 昨天公開有關新冠疫情的問卷調查 直至今日中午已經有超過75000人作出回應 他說 這些資料對衛生當局來說非常重要 有助了解省民在疫情期間的經歷 以及讓當局可以更完善地制定未來的抗疫措施 Henry醫生亦表示 餐館和法郎可能在19日可以重開 東岸方面 安省最新的確診數字增加至21,236人 灰省的確診人數也增加至39,931人 全國的確診總和則高達72,216宗 累計的死亡人數也高達5,284宗 另外 世衛組織在今天的發佈會 警告公眾 不要嘗試預計今次疫情在何時結束 更止疫情可能會演變成為風土病 大灣運輸警察今日宣布 被指在4月15日下午 在巴士之上才是出言斥責戴口罩亞裔婦女 其後暴力毆打挺身干預女子的白人男性疑犯 已經被識別出來 但她在案發後大概一個星期 已經因為濫藥而喪命 運輸警察說 攝氏男子 二年48歲 居住在溫哥華 但沒有固定地址 她是警方熟悉人物 被指在巴士上無故斥責兩名戴口罩的亞裔女性 還對她們說 滾回你的國家去 一名非亞裔女乘客挺身干預 卻被她打倒在地上 還扯斷了干預者的頭髮 大家好 我是卓能聽力中心的李智琳博士 因為疫情緣故 根據有關指引 我們暫時只能提供急診服務 必須電話預約 希望不久將來可以再為大家提供全面的聽力服務 雖然昨天的新冠疫情只增加了7例 創了限聚令以來最低的紀錄 不過卑士省府仍然不敢鬆懈 今天將緊急狀態繼續延長兩個星期 去到5月26日 今次是卑士省長賀錦第四次延長這項指令 賀錦說雖然目前的病人康復率已經達到78% 不過病毒仍然在社區當中 她要求民族在接下來的長周末 繼續避免所有不必要的旅行 她重新 現在是重開經濟計劃的第二階段剛剛開始 明天14日就會開放省級公園 下星期二19日開始就會開放零售 餐飲、理髮行業等等 賀錦今日聯合能源、礦業、石油、森資源 廳長賴慈信 宣佈了一項聯邦資助1.2億的 遊戲井清理計劃 計劃會清理本省北部廢棄或優眠的遊戲井 預計將可以為石油和天然氣服務行業 創造1,200個工作機會 緊向尊貴的前線及主要服務人員 致敬、感謝、祝福 葉志明省議員John Yepp MLA敬賞 我是葉志明 多謝大家 一年一度的太平洋國家展覽會P&E 一直都是卑斯省的城市 不過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 很多大型活動都要取消 由於未來情況未明 如果因為這樣取消活動 P&E今年有可能會損失 大概5200萬的收入 P&E的行政總裁佛羅斯特說 作為非營利組織 P&E是沒有資格向政府申請貸款 不過為了保持員工的薪計 P&E將會尋求省和聯邦政府的財政支持 他又說就算限制開始放寬 P&E都需要很長的時間 才可以擺脫困境 在未來的五到十年 都有可能會負債 在疫情爆發之後 P&E失去了 整萬個暑期工作崗位 佛羅斯特為了阻止他們的深陷債務 已經解僱了大批員工 We're gonna miss you So we know that next year Our celebration will have to be doubly spectacular 大家好 我們是明報加拿大發行報的同事 在現時疫情嚴重的情況下 我們知道你不一定方便出街買東西 所以明報現在提供三個月送報上門服務 每天將明報送到你家門口 如果你需要我們送明報到你家 只要打個電話通知我們就可以了 我們的電話號碼 溫哥華是604-247-4278 如果上星期一到星期五 準時收看我們530視頻新聞 記得免費訂閱明報daily Vancouver的YouTube Channel 按下旁邊的鐘就可以收到最新消息 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like和share影片 最近去超市買菜 有沒有覺得牛肉貴了呢? 高處未算高 遲些可能更貴 原因是 亞省的卡橋牛肉加工廠 有1500個員工 確診了新冠肺炎而被迫關閉 再加上夏天快到 牛肉是市民戶外燒烤最常選用的食材 需求增加 但供應又減少 價格不升就期 連鎖超市蘇比斯的全國肉類總監 Fina說 因為北美肉類工廠不是關閉就是減產 令加拿大食物供應鏈受影響 他估計消費者在短期內就會發現牛肉和豬肉的價格上升 何時才回落 可能要等到疫情過後工廠恢復正常運作 貴湖大學的食物經濟學家 Masquad說 整體來說 加拿大肉類供應鏈尚算健康 不過如果肉類工廠持續關閉 又或者美國有兩三間工廠不小心爆發疫情 肉價的確可能會上漲 但他覺得 除非環境轉變很大 價格才會上漲四分之一 否則牛肉價格只會可能升一至兩百分點 作為消費者 見到牛肉賣得貴 最多不買 轉食其他肉類 例如供應和價格都很穩定的雞肉 但難為一班開牧場 因為肉類加工廠減產或關閉 結果積壓了很多等湯的牛牛 到6月底 牛仔業估計會損失5億元 如果你是或者家裡有加拿大的大專學生 和今個秋季升讀專上學院的學生 要留意 今個星期五開始 可以申請緊急補助金 每個人每個月可以領1250元 預計全國將會有100萬名學生申請 總理杜魯多今天還特別提醒 申請人最好先在CRA的網站上 註冊賣account 方便當日可以更快完成申請 這項緊急學生補助金 聯邦計劃花費90億元 合乎資格的大專生 需要在今年9月重返校園 由今年5月到8月這4個月裡 每個月可以獲得1250元補助金 有兼職的大專生 每個月的收入不可超過1000元 先合乎申請資格 運過華明天14日星期四的天氣預告 預測早上會多雲有雨 運度最高有14度 中午過後會轉為情雲相間 仍然有三成機會會下雨 晚上有少量雲 運度最低只有10度 現在看看香港新聞 港大微生學系港座教授袁古勇率領的團隊 研究證實新冠病毒 可以感染人類和蝙蝠長度細胞 研究結果也支持 新冠病毒很有可能是源於蝙蝠 團隊利用中華谷頭腹的體外長度模型進行研究 發現新冠病毒可以感染蝙蝠長度細胞 並可以在蝙蝠長度中自續複製 團隊再利用人類體外長度模型發現 新冠病毒同樣可以在人類長度細胞裡複製 並發現一名女性確診者的病毒量雖然低 仍然可以在她的糞便裡分離出病毒 研究團隊認為 結果反映出新冠病毒可以感染人類長度 這個可能是人體呼吸系統之外 另一種病毒的傳播途徑 但就未清楚可以怎樣傳播 香港今天新增兩種本地確診個案 令到連續23天的本地零感染斷纜 政府抗疫督道委員會專家顧問 港大醫害院院長梁蔡偉就說 香港過去保持零確診 依靠強力的壓制工作 包括邊境管制、檢測追蹤 和社交距離三大措施 今次斷纜反映社區一直有隱形傳播鏈 她認為以目前病毒的特性和全球大流行的情況 要消除社區的隱形傳播鏈 差不多是不可能的任務 她自從控疫要實施求是 如果將目標設為壓制病毒 抑壓確診數字在可控範圍 就要認清是否可以做到每一天都是零感染 被問到疫情要到什麼階段 才不能放股控疫措施 她就說要堅守兩條紅線中的紅線 包括醫療系統和公共衛生系統的負荷能力 絕對不可以因為疫情而崩潰 每年僵慶的六四晚會 亦因為疫情可能受到影響 據了解支聯會估計 政府說會維持限聚令 今年六四燭光晚會 可能是30年以來第一次無法舉行 可能要啟動Plan B 改為在各區舉辦六四活動 另外開文處說 已經收到團體在七一借用維園場地 但因為疫情暫時不會處理申請 現在看看娛樂新聞 王翠瑜今天宣傳新劇 她說新劇造型被老公蕭靖嵐演我 我們看看為甚麼 因為今次這個角色對於我自己來說 是沒有試過的 是一個專業人士 首先我沒有演過 一個專業人士、一個律師 而且角色很狠辣的 需要贏和喜歡贏的 所以就變了在我的職業上 我就不是一個nice guy來的 今次這套劇其實挺有趣的 當時跟監製有談過 監製覺得這個反而像是西遊記的現代版 其實我們大家想去拿一本西經 今次的故事反而就是取西經中間的過程 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會有很多試煉和經歷 這些試煉經歷我們就會大家成長 即是沒有不習慣嗎 沒有 現在洗頭很快 Aaron很不習慣 有一天我剪完頭髮回來 她坐著看了一會兒 即是定了神 她不是定了神 她覺得很不習慣這個我 因為她都覺得我剪短了 染黑之後的樣子變臭了 變臭了 變臭了 那就很好了 我覺得我就是要這種感覺 對律師對白有多嚴重? 很多很多很多 因為我未試過一段對白有三板子 那就是結案層次那些 其實我現在發現 結案層次我現在已經 暫時有三個大的個案 有兩個結案層次我已經背了 即是三板加三板 但是我想每一個結案層次 我用十天左右才去背 過幾個月要背 對 只要背書 那我任何時間 一有時間我就不斷拿出來 其實我開車 我開車 我開車 其實開車是最好背的 你開車要出色的 聽聞你手車是出色的 所以我開一個很安全的速度 然後不停地在背 你有沒有參考Doo姐 一定有 Doo姐她其實那個 一個很有自信的律師 是很有感覺的 你為什麼要跟阿超分房 為什麼 因為我微微要分房睡 為什麼 因為她要投入角色 她要投入戲劇的角色 我還沒想 我問一下 我家床就只有一張 那 誰睡床 誰睡梳化 那這樣 今天的新聞在這裡結束 多謝收看 再會